我25岁来念 拜赞了恩时 沈丰敏显生的梦想 学习神派艺术 六十的时光 冲淡不留我对恩时的思念 更加无法忘记恩时 对我的祝托和教诲 我会遵照恩时的意愿 传承恩时的艺术 是我赢紧的意义 传承恩时的精神 更是我义不用辞的责务 每当我来到恩时自助的 这座学校 凤霉小学 看到孩子们 一长长春春的笑容 我就想起了恩时 他那对艺术 追作追求的精神 我们要戴戴相处 十千岁 一模一样 修回南 一模一样 修回南 有一次就是在家乡演出的时候 看到教师破破烂烂的 他心里很不舒服 就是说我作为家乡走出来的人 就是没有照顾好家乡 我一定就是临终 不管卡上了多少钱 要捐献给家乡 让孩子们好好地学习文化 好好地读书 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2018年新年一事 正值月调大师 申凤梅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 河南省月调剧团 在团长申小梅的带领下 申凤梅文艺志愿服务团 在申凤梅先生的家乡 河南省林颖县 举行了成立仪式 作为纪念月调大师 申凤梅先生诞辰90周年 系列纪念活动的开篇 文艺志愿服务团的第一次 走基层慰问演出 特地安排在了这所 申凤梅先生所资助的凤梅小学 三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一直呢就想着 怎么给老百姓 走天间地头啊 走街串巷啊 去社区啊 这就是20个人 小团队 带七八个乐队 然后呢带十几个演员 更好的方便演出 更好的方便 我们最基层的老百姓 来领络观看我们的演出 是建立了这么一个平台 乐调大师申凤梅 1927年 出生在河南省林颖县 自有家境贫寒的他 在11岁便进入 乐调科班学系 14岁开始登台演出 在他将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 成功塑造了 200多个鲜明的艺术形象 尤其是在他演出的 《收江维》 《诸葛亮调校》 《七秦梦霍》等 七部三国题材剧目中 所塑造的七个不同年龄 不同性格的诸葛亮形象 更是深入人心 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我师父唱戏啊 既向大江东去 又有一泻千里 那种感觉气势辉煌 又有婉月的地方 那观众评价 《深凤梅》的戏 就是白听不厌 怎么听都是好听的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唱中在笑 早期的河南乐调 属于河南民间小调 在受到邦子等剧种的影响后 逐渐演变为专门的戏曲 在过去 乐调的传承 多为口传新兽 1957年 河南省提出音乐教育 使用乡土音乐教材 在此机缘之下 负责编写乐调教材的作曲家 赵鲍恒 找到了已经名造一时的 深凤梅先生 当时我在乐调剧团那边 就找着这些乐调的老艺人 听他们给我讲乐调的一些板事 一些曲牌 我就开始用手来记录 不是录音机 是用手他 他唱我记谱 这样来记 都是利用他的休息时间 或者利用晚上三十一后 他卸了装出来 我在设法师等着他 我们记一会 因为他还很累了 在经过赵鲍恒与深凤梅 近两年时间的 不断记录与整理 1959年冬天 第一本关于乐调的书籍 乐调收将为 剧本与曲谱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正式印刷出版 这一举措 对于乐调的传承与发展 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他说 我们乐调从来没有谱子 因为这个遗迹收将为 就是我们乐调有了自己的曲谱 这个剧本与曲谱 细到成本内 细到每一锣都记上 大锣 铜器 全部都记上 从头到尾 有铜器谱的在上面 就是说 下边剧团拿边这个剧本 就可以照着这个谱子 就可以演戏了 1960年 刚刚完成了 乐调曲谱出版的深凤梅 由河南省相城县 乐调剧团 调往当时的开封专区乐调剧团 担任副团长 就在这一年 深凤梅先生对收将为的剧本 唱腔 表演 及舞台调度 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整理 使其成为了乐调的经典剧目 他大胆创新 在丰富和发展乐调声腔的同时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也越发纯属 女生 女生乐调的女生唱腔 融入到男生唱腔里边 更细腻 在旋律上更美化了一点 一个是净化 一个是美化 再一个 从高台的演出 唱声 到剧场的唱情 这是一次深化 深凤梅先生 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余载 但他生前 为乐调事业的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 将永远被后人所名记 在深凤梅先生 九十周年诞辰之际 河南省文化厅等 相关部门组织的 纪念乐调大师 深凤梅诞辰辰 九十周年座谈会 在郑州举行 座谈会上 来自河南省文艺界的 相关专家学者 就学习深凤梅先生 崇高的艺术精神 展开了深刻的 学习和讨论 因为有了深凤梅 才使乐调 这样一个地方的小剧种 成为中国戏剧百花园 当中的一朵奇葩 我觉得深凤梅大师 他那种大江东区的唱段 和唱腔 永远流传在中原大地 和中国大地上 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 深凤梅对待观众 总是亲和的 剧团演完戏 许多观众都想看看 卸妆以后的深凤梅 看她到底长什么样 顺便也再多听她唱上两段 才算满足 对于观众的这点要求 深凤梅总是无条件的满足 深凤梅演完了 这边还是 深老师来一段 深老师来一段 当时深老师 这边都是硬坚持地 把这一场戏演完了 演完了 我们的护士在后边了 直接调平都扎上了 我们也唱了 唱了观众不愿意啊 非得让深老师 还得想见年之人人 当时深老师说 不行啊医生 学生们唱了 学生们唱了 观众不走 我还要去唱啊 1963年3月19日 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袁世海和杜静芳的推荐下 深凤梅先生 首次率领乐调剧团 进京演出 把他的代表作 李天堡调校 收江维奉献给了首都观众 在演出期间 观众场场爆满 掌声不断 正是这一次成功的演出 深凤梅和京剧大师 马连良先生 结下了一段特殊的 师徒情愿 那是马先生刚从 那个香港演出回来 回来之后 就请他到剧场去看 一看 他去了好剧场 马先生没有想到 一个女演员 能唱成这个样子 他特别欣赏 所以深老师又有像拜师 这个意愿 又给这个袁赫海先生说 给杜锦芳 女士说 他们就成存了这个事 深凤梅先生曾六次 率乐调剧团进京演出 这期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亲切接见 正是在这个时期的演出中 作为马连良先生 唯一一位唱地方戏的女弟子 深凤梅受到了马连良 给予的热心帮助和积极影响 让他在塑造月调的诸葛亮 这一艺术形象上 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马先生 他是个改革家 他对化妆 对服装 对这个 特别是在扮相上 他的改革是很多很多的 在这个三川令的时候 这是在大帐里边的 但是你到了凤鸣山 那是在山上的 你不能在这个 一般的这个 把这个法国金 就是一般的戴法 需要他就是把这个 在后边的两个飘带 就把它戏到这儿 是吧 山上有风啊 确实把这个环境 给人物给沾着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期 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 戏曲被搬上迎平 以更加丰富的样式 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在深凤梅先生的 不懈坚持下 乐调身派艺术 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一九九五年的七月 在结束了戏曲电影拍摄的 深凤梅先生 却突然因病逝世 一代乐调大师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 所热爱的舞台 如果说诸葛亮 他的老师很潇洒飘移 这是马列娘的风格 是吧 非常巧 非常飘洒 非常典雅 那么深凤梅的演出呢 他就更具有一种人气 就是还原到人的本体上来 更朴实 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 接地气 传承乐调艺术 学习凤梅精神 是当下乐调工作者 所秉承的理念 在纪念深凤梅大师 诞辰九十周年 系列活动的尾声 河南省乐调剧团 在周口举行了纪念 深凤梅先生 诞辰九十周年专题晚会 给观众带来了一台 精彩的乐调身派艺术专场演出 作为深凤梅先生的关门弟子 申小梅 在继承和学习恩事的艺术的同时 不忘创新和培养 新一代乐调人才 学习老师的艺术 首先要学会做人 不会做人 你的艺术再好 没人认可 所以说这是老师教的话 我就到现在 一直就在脑海里 就记住老师 怎么教育我去做人 作为深派的传人 有义务 有责任 把河南乐调 深派艺术 给传承好 弘扬好 继承好 深凤梅先生 一生与戏结缘 世戏如命 作为常年扎根基层的文艺工作者 他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乐调事业 他的脉搏跳动着戏的节奏 血管里流淌着戏的韵律 在他的生命细胞里 注入的是一位老艺术家 对观众的赤诚和纯真 正如他在舞台上 所塑造的诸葛亮一般 鞠躬尽瘁 滋滋不倦地 在舞台与观众中间 燃烧着生命之火 发出光和热 纵使乐调大师 深凤梅先生已经远去 但在一代代乐调人的继续努力下 相信 乐调身派艺术 还将既往开来 生生不息 感谢观看